鬼小晶 鬼小晶 Ghost Island Media I'm so sober I'm so clean 他們未法受 只讓他們受信 I'm so sober I'm so clean 法的販毒大使 爛用教友究竟 不要 我以前比較小的時候跟你們差不多年紀都聽的 比如說那時候英文嘛 不會這麼直白把大法寫進去 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在這之前大家都是用一種 揶揄的方式在講這件事情 那如果我們可以 用我們的高質量的 產出然後去 把這件事情名正言順的講出來 我覺得會很好 Tell me what a joke Habox 吊血也會本人拿的chuck 像鳥鞋會扛著大炮也看得多 同樣眼紅 在吊爭記得滿得多 我說媒體是毒 但媒體是毒硝 華國似伏器大使放 別想遇著盯著風飆 你終究要上鉤的雨者 社會形象選票 你沒想到拿不到 我不愁大麻 但我很想 經常被誤會的確實很想 所以拜託不要Pass給我是真的 真的真的很想 也只是很想 I'm so sober 現在是下午4的時分 你正在收聽的是鬼島精英電台 大麻煩團節目 我是驚奇律師 我的專長是解決大家的大麻煩 好了嗎 哪一機哪一機 這一台是不是 警方呼籲啊 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者 可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警察機關將繼續嚴打犯罪 不犯罪 亦切勿僥倖心 以身釋放 我們今天呢 難得 兩位應該是我們今年的第一組樂手 喔真的喔 這裡歡迎夜間限定 我們的Wanna Sleep跟Gummy Bee 大家好 我是Wanna Sleep來自夜間限定 我是Gummy 你們最近兩位出了首新的 新的單曲還有新的EP 單曲叫做Don't Smoke 然後EP叫做BS 那BS是什麼意思呢 BS其實有很多個意思 最直觀的意思就是Be and Sleep 剛才Be and Sleep 對然後再來就是Bullshit 然後還有很多什麼 Be sensitive Be side Be side 對 就有很多個可以解讀的意思 Big Show Big Show 那個摔角的時候 沒有辦法 我亂講 我亂講了 我記得我收到Email的時候是有副歌詞 然後我看完的時候其實我其實蠻感動的 因為雖然兩位沒有抽過真正的大麻 對啊 我Clean as fuck 這首歌上的時候是法務部發新聞的兩個禮拜 沒有很久 就是法務部之前發了一個新聞說大家不可以 談論大麻無害 或者是說去鼓吹大家去抽蛋嘛 雖然你們的歌沒有直接的這麼做 但剛好又卡到你們發歌 你們那時候有考慮過說那我們是不是晚點發 沒有 我那時候的想法其實是就直接隔天發 但是因為製程上來不及 我超想隔天發的 就我覺得那個一定會超爆的 我那時候是有在跟我們製作人討論說 還是我們靠杯一點 我們就把所有的大麻全部和諧成打麻這樣 打麻 對啊 我不想打麻但我很想 對 我不愁打麻但我很想這樣 但後來想算了好麻煩 因為你還要跟媒體解釋 對啊 講到媒體 就是因為你們裡面提到媒體試讀的東西 那你們是不是覺得現在傳統的媒體 你們有什麼看法 前一陣子不是有一個人 是因為西蘭的那個風波 然後就全部人都在講這件事情 但在那之前 我會寫那一段是因為 每一個媒體都在說大麻有害 但如果有看到大麻文獻 我都會稍微看一下 然後我就覺得 你們這群人是低能兒 林韋帆 對啊 所以我就很生氣啊 然後突然剛好又是一個不錯的Wallplay 我就把它寫進去 大麻被污名化這件事情 真的是跟主流媒體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甚至討論說大麻武害這個東西 是不能上新聞的 對啊 我們討論都不行 說大麻在這個產業可以賺多少錢 就不能上新聞 工業大麻都不能上新聞 它所有的新聞 它譬如說被抓 它等一下要寫 毒蟲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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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他們每次會福報 我們今天被扣到了 譬如說多少豬大麻 四隻五億 所以這首歌 當時你們是在什麼樣的契機去創作的 而且你們MV也超讚的 其實這首歌是 我先開始 然後 去年 去年九月的時候 喔你記著這麼精神 對去年九月的時候 然後 我就聽到那個編曲 因為我之前的東西都比較文周周嘛 我就突然想到一個 好像可以寫一個直接一點的東西 然後 我就順順寫 順順寫 然後後來中間還要找 婆婆J幫忙 居然是婆婆J 有問婆婆J要不要寫一段 其實有另外一段是婆婆J要寫 但婆婆J說 礙於身份 他不能寫 確實 我就說好 那你就錄一段那個 如果被抓 警察防治的那個 宣言這樣 我就問他說 還是我們來做一張比較 Straight Bars的EP 然後就說好 就有了這首歌的產生 因為你直接第一句就說 我不抽大麻 但是我很想 這真實故事 我跟妳講 這整張都是真實故事 不一定 不一定 在國外的時候 對對對 在國外的Airbnb 對 有一次有一個朋友 突然就 他就栽到我面前 再Pass 然後就看著他 然後再看著那個 然後大概僵持了兩秒 他跟我說 I'm sorry 把它拉開 講英文喔 超響 你的頭上都寫著超響 超響 裡面有提到說 有讓他們違法搜索 讓他們違法的時候 你有被零檢或幹嘛過嗎 我有被零檢過 但是那時候 我身上只有野哥欸 那時候是 我那一陣子滿 失魂落魄的 所以我就很常在大街上 自己酒精路跑 自己酒精路跑 然後 我身上就會有一堆酒 然後我大Uber 然後被攔下來 然後我那時候不知道他不可以碰我 對 我不知道 然後我想說 他都已經在跟我聊天了 就是比較輕鬆的 他沒有問喔 他直接碰我的那個 口袋 蛤 對 然後我就沒有反應過來 我就說 好跟你收啊 結果拿出來野哥 是我宣傳不利 我檢討 沒有 不是我第一次遇到 我慌了這樣 但你們去日本拍MV的時候 是不是用了一個 合法的 對 合法的 合法的 我們做的所有事情 前提都是合法的 沒錯喔 所以當時什麼狀況 喔 當時超ㄍㄧㄥ的喔 其實他們那些part 我都沒什麼參與到 因為我都在一個那種 他們都在逛街 瘋狂逛街行程 你知道 因為我風到陽鑣 然後 都會繽紛好幾路這樣 我們跟製作人去 找尋那個 大祕寶這樣 對 然後那個大祕寶 超ㄎ 它是一個老舊公寓 然後你要搭一個 只有兩個人 站的位置的 小電梯 上到三樓 然後那個老闆人超好 然後就擺著各式各樣 合法的東西 就是軟糖 對 我們就千交代萬交代 說 Is it legal? Is it legal? 然後他說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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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try it 我們最後就買了一包軟糖 就過來 邊走邊吃 然後 就卡在明智神宮裡面 甚至 重點是 有人在明智神宮遇到我們 認出我們 那天我們 是在哪 澀谷喔 反正我們分到陽鑣 我們就從澀谷開始逛 一直逛到 傍晚六七點左右 我們就餓了 我們就想說 好不然我們 約個地方 會合一下去吃個飯這樣 然後我們就打給他們 我說 欸你們在哪 然後他們就 用一個聲音就是 他們的聲音就是 我們 我們在澀谷的麥當勞 快點來救我們 我們下不去 然後我們就 我們想說 好 OK 好我們過去 然後 我們就 風塵瀑布的搭著 日本超貴的Uber這樣殺過去 然後 然後再一個 因為那個麥當勞是 坐會去在二樓 我們就二樓爬上去 就看到他們兩個 坐在那個 類似吧台的地方 前面放著一個 吃了一半的麥香雞 然後兩個人就是 雙眼失焦了 不知道在看哪裡 然後這樣子 那個時候 天色暗下來 然後那天穿太少 所以我就覺得 超冷 然後我們就 坐在路邊 然後卡了大概半個小時 然後我跟他說 不行我一定要去麥當勞 然後我去麥當勞的時候 點餐的時候 我要 這個 然後我們 因為要下了 我們是兩個男生 各扛著一個 然後這樣大著肩 這樣下去 然後我們那天原本要去吃 就已經選好店了 一樣坐Uber到那邊 因為他們沒有行動能力 所以我們只能打Uber 到那邊之後 他 李依賢就突然 王老師就突然說 不行我 我要回家 然後 然後我們又只好 我們又只好再叫一台Uber 把他送回去 我還記得是五千多塊日元 哇 忘了我作用 輕鬆能關的菩提 我以前比較小的時候 跟你們差不多年紀都聽的 譬如說 那時候煙霧你們 不會這麼直白的把大麻寫進去 喔 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好像沒有寫過這麼直接的東西 欸那時候 好像我寫這首歌的時候在造齊 喔 對 然後我就想說 管拉的 就給他寫下去 對啊 但是成果我覺得很棒 這就是一個很真實的東西 而且你 啊你真的不錯 嗯對啊 我真的不錯 對啊 大麻這個 浮馬出現在音樂裡面 其實 真正要想起來 是將近二十年前左右 就開始回味的出現 應該算你們小時候開始 聽音樂的時候就有 你們還記得是 哪一首歌影響到你們 哪一首歌你會覺得 在講大麻嗎 我覺得好像中文比較會是 中文很喜歡用影域的方式 那個吧 飛行少女啦 飛行少女 對 飛行少女 我應該還是煙霧迷 你們那時候聽到那首歌的時候 大概多大 高中吧 國中 國中就知道那時候在講大麻 沒有 因為國中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喜歡的女生 教巨 然後 學校裡面總是會有一些 酷酷集團 你知道嗎 然後我喜歡的女生 剛好就是酷酷集團的其中一位 他們那時候都聽老舌 然後那時候學學人老舌超帥 然後每次跟他們去KTV 一定會點夜幕瀰漫 所以那時候就聽到這首歌 但那時候聽得懂 那是在講什麼嗎 沒有 那時候覺得他們在抽煙欸 對啊 我也是 高中 高中你讀復興欸 復興就是一個 你知道 世界上最純潔的地方 所以 對啊 那時候也以為就是 野武明明在講抽煙這件事情 然後想說 抽煙怎麼會引發出這麼多東西 然後到後來才發現 喔 原來 原來在講大麻這件事情 所以是什麼時候才發現是在大麻 我好像是自己去Research之後才發現 大一之類的 我覺得我好像是成功 高三的時候 所以你高中的時候就發現了 對 我高中就發現 因為成功就有一群壞孩子嘛 很壞很壞 我是剛好其中裡面的一個人 也是酷酷集團 高中是酷酷集團 你高中講話 你那麼壞喔 我高中是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些議題在我們高三流傳裡面 對 大概也是十七八歲才發現 其實這些歌裡面在講的是大麻 那時候會想說 這到底是在幹嘛嗎 就是當你發現 這個符碼被藏在煙霧瀰漫之後 或者是飛行少女居拿之後 你有沒有越來越發現 說原來哪一時候也在講 就會一直發現說 這個人也在偷講喔 然後這個人也有偷提喔 這樣子 就發現 其實不只歌嘛 對啊 因為歌是一個最容易被流傳出去的載體 因為像譬如說 我們在做合法化這件事情 你要首先要突破我自己的同溫層 怎麼樣讓一般普通的人理解到大麻這個東西 那像譬如說煙霧瀰漫 甚至到現在還有人以為在講醜煙 現在 2023年 2023年 這首歌已經十年以上了 從2019年開播到現在風雨飄搖中 可以受到這麼多創作者的肯定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那我表示鬼島還有我們這樣子一起推動的這個議題 有被聽到 有更多人關注 這才是最重要的重點啊 我們的嘖嘖募資還是在進行 一百塊不嫌少 一千塊不嫌多 這些斗內都是來支持我們 把大麻粉不凡做好做滿 所以大家波脫拜託 趕快向嘖嘖參考我們的方案 成為我們的乾爹乾媽唷 這些前輩們這些哥們都還是用隱喻的方式在講 那你們當時在直接把大麻這兩隻放進去的時候 不管是你們兩個也好 或者是身邊的其他創作者也好 或者是公司也好製作人也好 用約餘的方式在講這件事情 那如果我們可以用我們的高質量的產出 然後去把這件事情明正言順講出來 我覺得會很好 身邊的其他夥伴們就支持 就說那好就這樣做 對 完全不需要就是說還要去溝通 因為有時候是創作者想這樣做但是被 我們是還好啦 因為畢竟我們公司算是一個非常小的公司 就是人數上 然後大家也都算是朋友 所以其實多少都會知道說大家平常私底下是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重點就是 因為我們只有大概六個人 所以其實這兩個人的那個binding蠻緊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蠻信任對方做出來的作品 所以不會太大幅度的去修改 我覺得修改這個部分可能是我跟他在來回的時候 藝術性的修改 對 就是說好啦你這個弄出去可能會有一些公關危機啊 或是什麼完全沒有在考慮這個 所以那時候其實你們那時候 寄信寄過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其實我蠻感動 就是 終於到了有人可以直接唱的 我們終於進化到這個年代了 就是之前譬如說我們稍微提一個大麻 有些人只是去泰國拍個抽大麻的影片 那譬如說你看以前我們這個世代 謝和弦 想個大麻好像就被污名 謝和弦的歌以前在亞神 然後後來的歌幾乎都沒有提過大麻 大家注意這件事情喔 他幾乎沒有在歌裡面直接把大麻兩個字唱出來 但我覺得他其實是開了一個很好的先例 因為大家雖然一開始在笑他 但是就是這樣子東西才會有人去 意識到這個東西的存在 他就會有一個micep在你的腦子裡面 然後你才可以去做更多的發展 所以算是有被他影響到 我覺得有耶 精神上吧 對啊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 因為所有的社會往前推動的這件事情 社會的演變 社會的進步其實都跟 流行文化流行音樂脫不了關係 其實一定都是一些 一開始也會太前進的東西不敢講 一開始都是先用 符碼的方式藏在歌裡面 然後漸漸的大家就會開始 像你們一樣 你們就直接 我就是要講 我就是要講 就唱出來了 路老師的歌手 你身邊的人 你的家人 我覺得我的家人算是 思想蠻開明的 對啊 當然一開始他們 還是會有一點抵觸 畢竟我現在是 台大讀一讀讀一讀 然後突然說我要修學 去做音樂這樣 雖然我現在已經復學了 但是對我已經修完一年了 他們一開始也是就是說 喔你台大你都已經讀到大三了 你再撐一年你就可以去做 你自己想要做的 你為什麼現在要修學 你至少先讀完 但我後來把那個站起拉長 採用這個時間換取空間的這個 這個戰略 然後我就先修學 不然終於被二二一好了吧 對啊 因為那個時候我是真的 就是學校讀到有點讀不下去 也太忙了 對太忙了 就是同時要兼顧兩件事情 也會很難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是 也是 先跟他們爐啊 然後爐一爐 然後爐到後面就說 好 我先修一年 如果這一年我沒有做出什麼東西 我就回去好好讀完 如果做出來的話 我就繼續做這樣子 幸好就是 稍微有做出一點東西 算是有交出一些成績單啦 所以 我家人那邊就也算是 欸還不錯那你就 而且你有賺到錢 你還可以養活自己 所以他們就說好那你就 繼續做你自己的事情 你知道他媽幾乎每一場表演都來看嗎 太感人了吧 連我們之前去那個什麼 新加坡 去新加坡去香港 他都會自己 他還去耶 他會自費 媽媽超棒耶 真的呀 這個就是財富自由的人 快樂 只能說 我們家 比較會打理 這個金錢的部分 空情打理 謝謝你 謝謝你 其實很多國外的饒舌歌手 都會跟大麻常開合作 就過合法 你們會想要出一個自己品種的大麻 我先問一個問題 大麻可以入菜嗎 可以呀 可以啊 泰國不是有一堆人 有一堆那個 美國也有啊 是熱的那種菜喔 有啊 那我會往這方面走 對啊 我覺得我會往手搖的方面發展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蠻喜歡喝手搖 什麼康福茶喔 欸現在有 在帕塔亞有大麻真奶 喔 然後像Snoop Dog他就有出那個 洋蔥圈 喔 台灣人做 星星星在哪 就往哪裏走 東方Rising 帶著那一頭 I don't like us 再要排氣過 全世界都要我們再來收 BST如同的 Can't hold up Teaching me You know Yeah that's a nova I don't wait to talk on it There gonna be one star shining I don't let 那我們今天最後要宣傳一下你們的專長和新歌 在我們今年9月29號的時候 我跟嘎咪 夜間限定 有出一張EP 然後名字叫做BS 各大串流上面都有了 好 接下來換你說 來看著稿喔 這個 沒錯我們要連唱兩天 而且你們要從台中殺高雄 沒錯 果然是年輕的肝臟 沒錯 好 我們現在要來抽 夜間限定 台中跟高雄巡迴的門票各一張 那大家到鬼島的Instagram 或是Facebook本集 貼文底下留言 歌曲從最喜歡的歌詞 再tag兩個 想要跟他們一起去聽歌的朋友 就可以抽獎囉 抽獎 好爽 謝謝大家 好爽 我也想抽 我不抽大馬但我想抽票 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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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問門票 謝謝 謝謝大家 When I see you I see you I see blood in the water Woo Run deep It runs deep Blood in the water Woo I see you 以上節目為主持人個人經驗分享 非軌道立場 亦非針對特定案件 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大馬逢無凡由李驚奇律師主持 回島之音Tim製作 Dino剪接會音 EmilyYu監製 在Future World錄音 大馬所有神奇療效 過度使用還是會讓你腦袋壞掉 AKle Woo ij CI HTML